那如果你有聽Viewer的話也可以去幫他 就是Winny的RTP RTP的Porto 那我今天稍微來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因為台北打派也三年了 所以我是台北打派第二場的講者 然後 也算見證這個社群的一些歷史 所以我大概會講一些故事 然後還會講一些未來 那首先就是注意到原來打派設計快樂 那就是很乾淨的配色群 就是可以 可以讓大家交流Python 就是我還蠻喜歡Python 然後Python不是我第一個學的語言 但是是我第一個學的比較深入的語言 然後也是我第一個拿出來玩資料的語言 所以我常常寫PyData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這如果P跟Y大寫他就是PyData 然後就是拿Python來玩Data還蠻好的 那通常生日特輯呢 都會回顧一下過去 然後展望一下未來 那像B社群之前 在第一年中年慶的時候 就有請每個人上台發援一下說 未來一年要幹什麼 還好台北打派沒有這麼兇狠 就是每個人 未來一年要講什麼talk 就全部先預約好 然後所以那個 那個議程就可以全部開出來 等一下我要先走 所以我才爭取趕快先講講 然後故事大概是這樣開始了 就是說大概是從2012年的Costop 大家都到Costop大概是八月的時候 就是我在社群台灣上有遇到Tim 然後有問他說 給你那個台北都沒有派成社群 那你這樣每次派成社群 都跑到新竹去參加 會不會很累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想要想說 欸看有沒有人要台北弄一個派成社群這樣子 然後聊著聊著 後來九月派成社群就成立了 然後就很很榮幸的被奧成第二個講者 然後那時候講題 我記得那時候 有人看我的投影片之後 好像是那個奧斯汀黃吧 就是他看我的投影片之後 他就決定他們 以後每次演講的投影片上面 都要寫很多數學詩這樣子 其實聽說我那時候的投影片 大概就長這樣子 對講的就是SPM這樣子 然後呢 那其實其實 案發現場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說 我當時講的題目是這個 Machure Learning and Data-Mining Application 誰選就是221那個 Python這樣子 然後原本的題目是想要教大家20分鐘 可以自幹一個位置的SPM收割這樣子 那所以原本想要講的 那時候講的套件是講CVXOPT 不過這個套件現在已經 沒什麼在維護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想要客製化一些Machure Learning Model 它其實還是一個 蠻好的套件 它底下用C架架寫的 所以其實跑得蠻快的 然後那時候其實原本想要介紹它的原碼 然後順便講一下KTP System要怎麼解 這樣子 不過這些講集到現在都還沒有順利的 在社群上成功的分享過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用牛頓法結KTP也沒講這樣子 然後時間過得很快 一下就三點了這樣子 然後我只有十分鐘 然後那個用Python玩資料的 大概追溯以來 就是包括我學Python 大概是從08年開始 學習Python到現在大概六年多 快七年這樣子 然後我一開始學Python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玩 選擇全的TIG data 那因為選擇全的TIG data其實蠻大的 一天大概就有個大概600到800MB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要回測一整年的資料 大家就可以算一下 大概200個交易乘以600MB這樣子 那你如果要回測三年的話 那就是大家可以算一下 那其實算是還不小的data這樣子 那當時其實R是沒有相對於技術可以分析這麼大的data 直到現在R都還是沒有這樣子 除非你用RCPP這樣子 那我不承認那個叫做R 應該是CPP這樣子 然後那個 那其實在這幾年來 其實Python在data analysis的tool跟ecosystem 是成長非常非常快速的 所以其實很幸運的就在這三年 見證這整個ecosystem的成長 大家其實會所知一些 就是我當時在學data mining 或是用Python在做選擇權分析的時候 都還不存在 或甚至就是 就是名字大家都沒聽過的套件 比方說像Pandas 像Psychi Learn 就在2008年的時候 Psychi Learn是2007年才出來的 所以2008年 你用Psychi Learn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多bug這樣子 所以你用起來的時候 就是等於要幫它debug這樣子 等於是你自己寫一套Psychi Learn 然後Pandas就不用說 我這個2008年根本不存在的東西這樣子 2008年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用啊 只有NewHive跟賽牌而已這樣子 對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就非常非常厲害 它可以媲美SPS model的ORANGE可以用 就是2008年就存在的東西 ORANGE在2008年的時候 雖然它的GY拉一拉就會當機這樣子 但是就是你直接引迫它GY扣氣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就是順便打個廣告 就是其實大家如果有熟悉我這幾年 就是在Python的Data領域 就是推廣的東西 其實我還蠻推廣ORANGE的 然後我也教很多人寫 ORANGE的TRAGIN怎麼寫 其實它是一個還蠻好用的套件 然後最近ORANGE刪出了 就是ORANGE在1到2改了很大的改版 就是包括引路的CMAK 包括就是它GUI的整個重新 就用C++重新設計過 以至於就是連接WIG的時候不會當機這樣子 不會突然當機這樣子 對就是在1到2的時候 它的抽象層整個有經過大改寫 那如果你熟悉 就是我覺得可以去看一下那個圓馬 其實它的設計也蠻好的 然後其實如果看不懂的話可以來找我 然後現在是ORANGE的2點插板 然後ORANGE的2點插板到3點插板 做了一個很大的躍進 它把原本就是它底下用C++寫的 那些Data mining的模組 全部換成Python跟牛排跟Pandas 包括用Python 還有一些就是比較先進的C++的接法 所以在ORANGE3的時候你是可以直接 因為大家如果熟悉ORANGE就是有一堆WIG 就像SPS model一樣 你拉一拉拉一拉接接 就整個電動畫分析好這樣子 對 那所以其實我從大概兩三年前 一兩年前 在那個陳大跟正大那邊講ORANGE的時候 我其實就有想過就是 如果ORANGE底下接的是HATOOP換 其實拉一拉拉一拉 HATOOP就分析完 其實也蠻好的這樣子 然後看來這個夢想應該很快就會實現了 對 等一下後面會講到就是Python有些Ecosystem 就是當ORANGE的抽象層可以換成Pandas的時候 可以往下接的時候是很快可以接到HATOOP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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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OOP 然後 那Python除了在就是這些比較通用工具以外 ComputeVision裡面其實也有蠻多工具的 像OpenCV跟SimpleCV 雖然就是建議大家不要用SimpleCV 因為它一點都不Simple 就是它還是疊在OpenCV上面這樣子 然後它操作的東西有點少 所以就是建議大家可以用原生的OpenCV的PythonWAPER 會比SimpleCV好用 然後Text Mining裡面有LTK的捐行這樣子 然後不過其實就是Python的Text Mining模組 我覺得還是有缺乏蠻多東西的 就是其實LTK的就是模型其實沒有那麼好的操作 而且它有點老舊 所以它用的還是就是比較老舊的Spot-6 它沒有一些像Pandas或是NewPi的一些比較先進的API做WAPER 所以它能夠做的事情其實蠻局限的 所以其實這些地方有蠻多地方是可以改寫跟計畫 或是你可以寫一個比較Lightware的Text Mining Package 去取代這些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覺得都還是有蠻多問題可以貢獻的 然後Deep Mining Deep Mining是最近比較紅的領域 就是包括像前兩年的Keynote 就是我邀請過就是派庫亞的作者 跟Ciano的作者來台灣 然後就是包括像Hiland2 其實就是都是還蠻多 就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工具 不過其實這裡面就是大部分都是屬於 其實對於就是Recover Neural Network的部分 做Reimpostment Lending的部分還是比較少 所以對於就是Deep Lending跟原本的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其實工具還是偏多這樣子 所以其實還是有很多地方大家可以貢獻 就是反正就是很多東西可以貢獻 然後我才一定會問我說有Data的這樣子 那雖然我都是做什麼Data的 那在Loggo Mining的部分呢 就是有幾個我覺得比較highlight 就是Python Aho System的套件 有一個是HDF5 那它不是Python 它也不是HDFS這樣子 亮亮不在現場 亮亮不在負債 然後就是這個亮亮有講過 就是它不是HDFS 它是HDF5這樣子 然後這個套件其實非常的厲害 但是這個套件是非常的難用 就是你要自訂所有的規格 包括你的每個trunk要多少 然後你的Tensor要先讀哪一個尾 再讀哪一尾 再讀哪一尾 就是那個hiyaki的結構你要先訂好 然後你只要訂錯的話就會讀得很慢 就是所以說 所以說就是 它雖然可以讓你讀得很快 但是你要自訂的東西很多 所以其實這是屬於高手機在使用的套件這樣子 那有問題可以問亮亮不要來問我 然後那個 就是B-column D是屬於就是 就是你不想用前面這一種 然後你又 你又很想要把東西 你又很想要很快找一個就是 Big Data Column Base Storage 的時候 可以用B-column D 因為你不用自己調那些什麼 Chunk Size 什麼之類的 要調也是只有column wise 就只有一個方向就很簡單這樣子 要不然你要調很多個方向就很難調這樣子 然後這個前身到BLZ這樣子 如果你用過BLZ的話就是 BLZ已經沒有在support 但是就是整個團隊 會從Continue Analytics Spin-off出來 另外一個新的團隊 他做的是B-column D這樣子 然後所有的API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等於是BLZ的進化其實還不錯 然後 BLZ其實就是可以吃很多不同的Data Source 然後其實這些工具其實都可以使用 那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熟不熟悉Pentas的作者 他在2014年的排康有來到台灣這樣子 然後他在2014年來完台灣之後 他的公司就被Cordera買進去了這樣子 我猜Cordera應該是只想買他這個人 然後就順便把整家公司買進去了 因為他跑去做Data Visualization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一定是有一些好朋友在Cordera裡面工作 然後看到這個人總跑去做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浪費人才這樣子 然後 就建議就是 然後後來就是他們整家公司就會買進去 然後他就跑去 就Cordera裡面之後呢 他就去做那個 就是等於是Pentas for Big Data的那個版本 所以Cordera的東西裡面 就是很多人在 就是你看到什麼 Inpala 他就會出一個Inpila這樣子 就是Cordera有一個超級的Inpala 然後後來就有出Inpila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叫Ibis這樣子 就是最近比較紅的叫Ibis 就是相當於就是Hadoop上的Pentas這樣子 就是號稱啦 但是是有那個就是Pentas的作者寫的 叫做就是Wesman Kenney寫的 就是Ibis套件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就是用 就是我其實心裡的想法是說 你只要拿Orange當作前端 然後加Ibis當作後端 然後接起來就會超級厲害這樣子 就是你底下吃了 騎的是一堆Hadoop跟Hadoop 然後上面是Orange這樣拉一拉就可以動這樣子 那Python在Spark也有API 不過比較羅厚一點 所以如果要跑得比較快的話 大概還是要寫Scout吧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其實Big Data未來應該會是C++天下 就是應該不是JVM天下 其實從這個DV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今天早上廣為被人家轉貼的一篇文章 就是聽說有人就是用C++寫了那個Cassenger這樣子 然後跑BGMCassenger還要快10倍這樣子 對那所以就是可以可以理解就是未來就是 C++Apple System應該會極力的攻佔就是這個領域 其實也不是未來 現在聽說有很多大公司 他們玩C++都是用C++ 就是玩Big Data都是用C++在玩的 只是外面的小公司們就是還都在用JVM這樣子 然後聽說很多大公司 他們玩C++都是用Python加Swift加C++ 或是Python加Forebub加C++這樣子 就是他們還是很愛用Python 但是他們中間就是 他們底下用C++跑 然後他們中間會過一個C++全程這樣子 然後讓兩邊比較好溝通 那如果你熟悉就是 C++在用Python的一些包法 有些人會用Swig 就是用Swig去包起來 但是就是 Swig其實我覺得沒有很好寫這樣子 因為我大概 因為我之前大概有摸過那個修感套件 然後修感套件其實是跟Python其實還蠻 走的蠻近的一個社群這樣子 然後他很多 他所有的 所有的文件都用Python都會有四處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就是用Swig 然後 然後其實 其實就那邊沒有很好寫這樣子 然後 後來我有學習用Swift跟ProBub去接 其實是真的比較好接一點 對 然後就是非常高興就是 可以用Python玩Lata玩這麼多年 然後希望可以繼續玩下去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啦 就是 因為他其實可以跟 就是很多語言間接的很好這樣子 然後未來大家有想要做幾個計畫 就是一個就是 把Quamard從R移植到Python裡面 這是已經在做的事情這樣子 那第一個要移植的當然就是 他的Time Series結構 然後再來就是 要改善Python的話 可以先不管怎麼畫都很醜的問題 就是其實有幾位大大已經有改善過 但是他沒有包成套件 所以你可以把包成套件把它釋去 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Python的Zipeline實在是太難用了這樣子 就是Python其實有寫一個很類似 就是可以做股票回測的東西 但是他寫的其實抽象層寫的 其實沒有很好 就是沒有很好用這樣子 然後聽說好像就是 排Lady下個月要用Zipeline來做回測這樣子 對其實有興趣的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去用看都知道應該是蠻難用的 然後那個 因為我們社群其實在 一兩年前就有設備過Zipeline這樣子 而且有把他的圓碼全部翻出來看過一次 對然後就是其實沒有很好用 對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用 用Python自己寫一個大文本的分析 然後把一些Zipeline的套件 比方說修改或是什麼 用Zipeline接到Python裡面這樣子 然後就是 或者是 教更多人喜歡外掛 這是我想做的幾個 跟Python比較有關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是已經在做了 對已經自己 就是稍微再玩一下 那就是有興趣可以來找我一起玩 謝謝大家 就是感謝台北打Python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們感謝 為我們台北打Python 我們送她三本出來 我們送她三本出來 沒關係 無關什麼 贊助商 等一下我們會 讓想要的人 來搶 這三本 搶跟這 對對就是有這 一個是Hadoop Visualization 還有Data Visualization 跟BigData Now 是歐來的媒體從紅的地方 新加坡把寫過來的 那還有貼紙想要的也可以拿 在還沒有被拿光的時候 我已經偷偷拿一張了 那這是他的一些介紹 等一下這些貼女的東西會放在這邊 會這種的東西會讓大家搶這樣子 發生異國 還是我可以捐出來給大家多搶 好 捐出來是沒錯 我也怕他覺得這太簡單了 好 等一下這些就是會有那個 就是有人結婚的時候走在路上 然後你去搶他 那這兩本書我們會特別的處理 可能是之後抽獎之類的 在下個月或下下個月的聚會 我們一樣都會幫歐萊底做這種製作性行銷 歐萊底是只有贊助這次吃東西嗎 還是 三次 三次 所以我們接下來三次都 接下來兩次 接下來三次 那對 接下來兩次 就是這一次 然後下次跟下下一次這樣 那對對對 那因為實務其實很難抓 所以大家還要去準備 萬一有勝或是有勝或是沒有勝 但今天就剛好也沒有勝 anyway 這開張過Zeta有關一直以為公司 這本書 我有買電子 本來就要去騙 那 ZetaScience from Scratch 這本書 我沒有買車 我很想要 anyway 那接下來接下來 這次是Altra的 去騙小的 The Wall of the World Wall of the World